巴胜谷地区早前遭遇闪电水灾 这让人想起去年雪兰娥州大水灾的教训 雪州苏丹沙福丁殿下说 近20年来水灾已经导致我国损失80亿令吉 这还不包括去年大水灾的61亿令吉的损失 殿下透露 州政府已经拨款5800万令吉多管旗下治理水患 福丁殿下今天为第十四届雪州议会第五届 会议发表施政遇此时说 刚过去的水灾 州政府启动了227所救灾中心 收容超过47000个灾民 还动员超过3500个设备震灾 同时还透过雪兰额崛起援助计划 发放超过1亿令吉的援助 殿下促请州政府严正看待 气候变迁带来的灾难 州政府已经计划执行 772个基础设施改善工程 预计耗资超过5亿令吉 他促请州政府善用所有资源和创新技术 来应对水灾